延續在101年當時在北海岸所舉辦的第18號大規模的核子事故防護演練 經過了兩年今年也輪回到了核一場與核二場的所在地 而為了讓核電廠附近的居民都能夠更加的熟悉核災的應變 新北市政府也預計在7月22日與23日舉辦核安演練 不過因為颱風邁德姆入境直撲台灣 因此在23日的大型演練將會延期 原本預計於7月22日跟23日在新北市萬里地區演的核安演習 因為受到颱風的影響 7月22日的演習會照預定的計畫進行 7月23日有關新北市市民的疏散收容演練 因為颱風影響就會延期到7月29日來進行 今天一大早消防局與雲能會還是一樣照常進行預演 不過對於許多參與核安演練的單位都是救災的重要人員 因此決定將演習延後一個星期 但是內容的部分則是不做更變 對演習的內容部分就沒有做多大的變更 最主要的是因為颱風來時很多參與演練的人員 他是實際上的救災人員 他必須針對颱風做一些預防性的救災的準備 所以演練的日期必須要加以延後 那實際上在23日演習本來有一個上午8點20分 有一個核子事故警報發放的這個演練 也因為颱風的關係就會延後一週來發放 這次的大規模演練活動 總共動員了北海岸38個里 在核二場與核一場以及慈戶宮石門洞等場地進行 不過在22號的核二場的內部自行演練 則不受颱風影響舉辦 而圓能會也希望民眾能夠確實地吸收核安的知識觀念 以備復視之需 記者許多愛憶金三采訪外道